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近些年癌症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公敌,尤其是有些患者确诊时就已进入中晚期,所以给治疗带来很大的困难。 那么,癌症既然给人们的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危害,做好早期预防是很关键的,尤其是一些合理的食疗,对于防癌抗癌很不错,接下来大家跟我看看,原来癌症都因缺它,希望所有人都该看看看,到底欺什么营养,一秒钟就可自测。 如果一个健康的人10到15天不吃任何食物,你说会发生什么事情,不容置疑,这个人肯定会死掉,人用来维持生命的主要东西,除了空气和水以外,就是食物,也就是食物里面的营养,给予了人的生命。 营养是生命的源泉,从人的胚胎形成的一瞬间到人的生命结束,营养无时无刻,不滋养着人的生命,如果没有营养,人无法存活,如果极其缺少营养,很容易的癌症,身体缺的不是药,是营养营养可以治病。 多久治愈,大约6个月,这对我国人来说,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。 几乎所有的人都可能认为,疾病只有用药物去治疗,营养怎么可能被用来治病呢? 真正能让自己康复的绝对不是药物,因为药物的成分不是细胞修复所需要的成分。 一旦几足时间,几足营养物质,如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脂肪等这些人体构成所需要的材料,人体就会启动自我修复的过程。 所有人身上的细胞在经过6个月左右的时间,大部分细胞组织都会被更新90%,产生新的组织,为细胞7天更新一次,皮肤细胞28天左右更新一次, 肝脏细胞在180天更换一次,红血球细胞120天更新一次,在一年左右的时间,身体98%的细胞都会被重新更新一遍。 只要营养充足,受损的器官通过细胞的不断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,经过一段时间,受损的组织和器官就会被软性置换,产生出新的组织与器官。 很多很多的疾病,都有机会彻底康复,缺乏四种营养。 最招癌一缺乏胡萝卜素可能诱发肺癌。 目前,肺癌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癌症。 长期吸烟者、肺结核患者和吸肺患者等医患肺癌的人,应多施富含缺乏胡萝卜素的食物,如干薯、胡萝卜、菠菜、芒果、木瓜和豆腐等。 二、缺乏蛋白质可能诱发胃癌。 人们若从饮食中摄入的蛋白质不足,尤其是摄入的优质蛋白质不足,就可能诱发胃癌。 此外,若大量食用腌制的咸鱼、咸菜等含有亚硝烂等致癌物质的食物,也会增加患胃癌的几率。 三、缺乏膳食纤维可能诱发结肠癌。 在现代人的饮食结构中,高脂肪、高蛋白食物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,这些食物在人体内分解后,会产生较多的致癌物质。 在缺乏膳食纤维的情况下,这些致癌物质会长时间的停留在结肠粘膜上,从而可诱发结肠癌。 四、缺乏维生素D可能诱发乳腺癌。 临床调查数据表明,乳腺癌患者体内的维生素D含量往往较低,研究人员还发现,体内缺乏维生素D的乳腺癌患者和体内不缺乏此物质的乳腺癌患者相比,其病死率相对较高。 看完了这些防癌方面的保健知识,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,因为癌症给人类带来的不只是患者的病痛,而且巨额为药费,也会造成家庭生活蒙上阴影。 所以说了解到癌症都因缺这四种营养以后,对我们今后的食疗,有很好的参考作用。 大家以后在饮食方面应当适当多吃一些含有这些营养的食物,比如缺蛋白质亦诱发胃癌,缺膳食纤维亦患结肠癌。 大家一定要注意。